关于爱情 古往今来许多的文人默克都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作品 有的辗转匪测 让人为之动容 也有的波澜起伏 让人感动不已 最近著名作家石铁生关于爱的一些描写和言论被推上了热搜 网友们发现 原来这位被很多人忽视的作家 关于爱的感悟如此深刻 尤其是关于敞开的论述 给人醍醐灌顶之感 爱的情感包括喜欢 包括爱护 尊敬和控制不住 除此之外 还有最紧要的一项 敞开 互相敞开心魂 为爱所独具 这样的敞开 并不以性别为牵制 所谓推心致富 所谓知己 所谓同心携手 是同性之间和异性之间都有的期待 是孤独的个人天定的倾向 是纷纭的人间贯穿始终的诱惑 在亲密关系里 我们确实更多会讨论 尊重 体贴 新鲜感 浪漫等 许多人会忽视敞开的重要性 这也造成了许多人觉得自己谈了个假恋爱 进入的是假性亲密关系 只有彼此敞开 你们才能成为彼此最信任 最亲密的伙伴 你们遇到分歧 才能轻松顺利地解决 你们才能有充足的力量 一起面对重重挑战 总有许多人抱怨伴侣不懂自己 自己虽然有了伴侣 却感觉好像比单身时更加孤独 会造成这种情况 除了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伴侣 确实没有很强的共情能力之外 我们也要问问自己 自己有没有足够敞开自己 有没有允许对方走进我们的心 那么 如何才能做到 在关系里足够敞开自己呢 敞开 需要对伴侣有足够的信任 我见过不少在关系里 很强势的女性 她们对内对外 都能独当一面 明明需要两人共同面对的责任 她们一人就能搞定 在外能赚钱养家 在家能做家务 能修灯泡 里里外外一把手 可她们在能干做女超人的同时 对伴侣是有许多不满的 在她们的嘴里 伴侣都是些又懒又蠢的离谱男人 洗衣服不知道如何开洗衣机 洗碗碗不知道擦桌子 只会两手一摊 等着她们来搞定 可如果你劝她们少做点事 告诉她们巨婴男人都是惯出来的 她们依然无法停下休息 哪怕再累 再辛苦 她们也要咬牙自己坚持 这种坚持的背后 当然有她们的责任感作为支撑 可同时也有她们不信任伴侣的忐忑在起作用 在她们看来 向伴侣求助 意味着承认自己不行 不够能干 在她们的信念里 如果自己不够强大 能干就有可能遭受到嘲笑 打压 甚至可能会被嫌弃 抛弃 这些都是她们无法承受的风险 所以 她们宁愿辛苦到自己坚持不下去 也不敢向伴侣诉说自己的不义和脆弱 前段时间 新闻里经常有一些遭受到裁员的人们 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伴侣 只能自己偷偷躲在咖啡厅 图书馆看书 投简历 装出一副依然在正常上班的假象 一方面可以看出 她们不想让伴侣担心 可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出 她们对伴侣是不够敞开和信任的 如果连自己遭遇了生命中的重大挫折 都不敢和伴侣坦白 一边要承受这种挫折带来的压力 一边还要想办法远晃骗过对方 这样的亲密关系将多么沉重啊 既然是最亲密的人 相信对方会理解你的处境 愿意和你共同承担生活的难题的 而你也需要相信对方和敞开自己 告诉对方你所需要的精神支持 相信这些困难的时刻 反而可能成为增进你们情感的催化剂 敞开 需要对自己的感受和需求 有清晰的认知 有许多人其实也想向伴侣敞开 可是他们张开口就成了指责 抱怨 不是阴阳怪气 就是好像吃了枪子一样 加枪带棒 让伴侣避之不及 根本不敢和他们有深度的交流 语言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 要想真正敞开自己 是需要好好表达自己的 而表达的时候 想要精准 真诚 核心是要能够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感受 也就是说 敞开 并不是指单纯的就是论事 而是通过这个事件告诉你 我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愿望和需求是什么 比如 当我们看到伴侣和其他异性走得很近 如果我们只是阴阳怪气地说 你还知道回来 你干脆跟人家走了别回来了 这就只是一种防御 好像一个厚厚的盾牌 把自己挡在里面 而真正的敞开 是不带刺和惊急的 是敞开你柔软的心 展示给对方看 比如你可以这样表达 我看到你和他走得很近 我感觉挺没有安全感的 我觉得我很多地方都比不上那个女生 我没什么自信 很怕你会被他拐走 这样对方才能感同身受你的不安全感 才知道原来你也会自卑 如果他真的在乎你 一定会在乎你的感受 而不会肆无忌惮 所以在和对方沟通之前 你需要先停下指责对方的念头 想一想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你会发现 当你真的了解了自己的需求 你很难 还有指责埋怨对方的想法 你的语气都会不由自主 变得温柔 平和起来 敞开 需要有改变过去模式的勇气 敞开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人们对于改变 总是缺乏勇气 很多时候 我们明明在就有的模式里 无比痛苦了 却还是不敢有所改变 因为改变会带来不确定的答案 那些未知是很陌生的 就像有的夫妻吵了一辈子架 每次两人都伤心难过 生气 痛苦 可是下一次 同样的话语 他们还是张口就来 有些人无数次地指出 自己的伴侣说话方式 让人难以接受 认为他们说话太过刻薄 尖酸 每句话都像藏着刀子 可是这些人下次说话时 还是这样习惯性泼冷水 讽刺 还有的人 虽然不带有任何攻击性 但每句话都是情不自禁地讨好 迎合不敢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这也是一种封闭式的沟通模式 而敞开 是一种全新的沟通模式 就像石铁生所说 需要推心致富 需要同心携手 有很多人可能只有喝醉之后 借着酒后土真言的契机 才敢表达出自己的真意 曾听说过有一对夫妻 结婚八年了 老婆都不知道 丈夫不爱吃葱 丈夫也不知道 老婆不爱吃香菜 因为害怕给对方添麻烦 害怕对方嫌自己挑三拣四 他们只好伪装成 对伴侣各个方面都很满意 因为没有敞开自己的勇气 只能戴着就面具相处 就算朝夕共处好几年 对方也不过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 当你在对方面前 连真实的样子都没有表露出来 你怎么保证 对方爱的是真实的你呢 对伴侣敞开自己 也许是一件很陌生的事 也许有许多未知的风险 但绝对是值得的 你将和对方走得更近 感觉到心心相应的幸福 你们的默契 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分歧和矛盾 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你会发现 爱对了人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愿我们都能越来越敞开自己 收获真正甜美的感情